其實現在那些所謂民主派的議員 當我們投票選了他出來 那個議席就是他私產 那個議席就是他黨產 即是下次我們如果想跟他選 他就說我戒他票 說我搶他議席 其實這些所有事情都是選民暫托在你手上 這四年暫托給你 如果你辜負選民的期望 下一屆我們是絕對不會再投票給你的 而出現危急關頭 好像今次這條惡法要霸王硬通過的時候 作為民主派的議員 是應該義無反顧的拿回這個議席出來 去迫使政府就範 甚至啟動另一次的全民公投 現在林瑞琳說不用諮詢 因為香港人已經有共識了 但是大家是不是有共識支持這條 替補條例 就是啊 就是啊 無論是上個禮拜立法會還是在街頭 我是聽過反對的聲音是多過贊成的聲音的 但是始終政府就當聽不到 唯一要令他聽到的 就是泛民的議員 用他的席位 辭職去迫使政府 重新收回他的條例 其實現在我們市民所要求的很卑微 有些政黨比較溫和 他說要你先收回 來做一個真的諮詢 我們再討論 但是這一步他都不讓我們走 你說他是不是非常之可恥 非常之不顧我們市民的議員 是強姦民意 希望大家七一一定要走出來 但是七一走出來之後 應該要繼續想後著究竟是怎樣 七一三包圍立法會 其實應該是不止七一三的 大家是要有心理準備 七三零 大家量力而為 亦都要做適當的分工 真是見步行步 七一是怎樣 我現在都無法告訴你 只有一百人的時候 我就不鼓勵你留守 但一萬人的時候 當然是怎樣都守 是吧 希望大家到時都見機行事 我補充那個修訂 剛才可能有些人聽不懂 我們提了一千二百條修訂案